原标题,川普被怀疑患有帕金森症,一个由端杯子手势引发的迷案。 川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需要PS就可以成为表情包的男人。 虽说川普出身金贵,年轻时的长相一度也可以被称为风度偏偏, 但他可能从来没有接受过形体方面的训练, 因为他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要么就是一态管理不佳, 要么就是表情管理不佳,再要么就是发型管理不佳。 所以他每次在公众视线中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最近几天,川普在电视上发表关于他的以色列政策的讲话 时又因为一个动作而引起了美国网友的群潮, 他用两只手端着一个小杯子喝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总统可可婴儿手可可 川普需要用两只手来端水杯? 他是手太小握不住水杯吗? 所以要用两只手。 我们的小婴儿川普他终于学会用两只手端杯子喝水了, 进步真快我们该为他感到骄傲。 照这个节奏,只要再等15年他就能学习如何当总统了。 川普用两只手喝水的样子就好像他是五兜孤儿里那个孤儿奥利弗每天出去乞讨之前在喝汤, 其实君君真的不太明白用两只手喝水这件事竟然也有槽点, 但很多美国网友表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 川普这样喝水并不是因为手太小, 很可能是因为他患有帕金斯症。 因为他们发现川普以前也出现过有两只手拿水瓶喝水的情况。 帕金斯病的症状之一就是手抖, 川普就年纪那么大了, 网友一下子就联想到一起去了。 你们知道吗? 帕金斯病人不仅会震颤, 他们还会失去平衡胆。 川普害怕走楼梯, 有些怕金斯病人会有痴呆的症状, 包括注意力衰退, 与无伦次, 出现混淆。 他拿杯子的方式表明了他有痴呆症, 他的肌肉功能正在衰退。 从今天的演讲来看, 任何人都能看出川普的健康出了问题。 他说话含糊不清, 小心翼翼地喝水, 无意识地抖动和受限制的眼球运动都表明了川普有痴呆症状。 这些症状发展很快, 每周都会越来越严重。 额, 听着网友一分期感觉川普已经离生活不能自理不远了。 真不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川普的年纪太大还是网友们的脑洞太大。 其实这也不是美国网友第一次脑洞这么大了。 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们就搞出过一次希拉里替身的传闻, 传得相当邪乎。 起因是希拉里在911袭击1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因身体不输提前离场, 然后他被拍到一次婚过去被保镖台上车的画面。 一时间网络上关于希拉里身体健康出现大问题的传言四起。 但后来希拉里在女儿家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又再次神采意出现在镜头前, 用行动回应对自己健康的质疑。 网友们确实大写得不信。 他们找出各种证据来证明第二次出现的并不是希拉里本尊, 而是替身。 希拉里家里难道有个抽之机? 希拉里一天之内的对比图。 他在此出现时身边都没有保镖, 我觉得是有其交。 传闻说希拉里有替身的搞不好是真的。 你们看这两个人发型和鼻子都有不同。 希拉里的食指比无名指长, 这明显不是他。 当时美国网友们为这件事当福尔摩斯当得很起劲, 但后来随着希拉里的落选, 这个传闻也就没人再提了。 如今他们又把目光对准了川普。 这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REF, HTTP, www.delimio.company.uk news, NDS Blackchild HCML图片来自网络本文授权转载自新欧洲公众号ID, Shina Road